三藩市联储銀行研究顧問Kevin Lansing 發現, 標指的直立市盈率,Shiller P,之語股與實際值差距正逐漸擴大。 暗示股市存在下條風險, 擅長以市為鑑定美國著名投資通訊。 及專欄作家Mark Hubbard就此進一部研究指出, 未來10年標指回報率孔子略高於通脹。 Lansing對直立市盈率,下文注解,建立模型, 並賄出一條標指預計直立市盈率, 走勢與實際值交答圖。 並將兩條數值計算相關係數後發現, 預計與實際走勢相關係數為非常高的0.78, 顯示兩條走勢理應相近, 但近期卻出現差距擴大現象。 Lansing以6月30日至今為例, 預計直立市盈率為19.2倍, 與實際值28.8倍小約10個單位。 是自1960年收集數據以來出現過最大的差距。 約假設模型無誤實際K的英語預測一致。 目前兩數值差距來看標指必須下跌百分之二十。 才能回歸至正常水平。 他建立的預測美股。 直立市盈率的無形是由自然利率。 美國國會辦公室對未來四季的經濟增長估計。 以及由132個短期總體經濟變數所估計出的投資者。 此之風險所組成, 僅需吸定時間,便能預測市場目前的直立市盈率。 所謂直立市盈率, 又稱為周期性調整市盈率CAPE。 是1990年代由諾貝爾得主。 耶魯大學教授直立Robert Schiller所創。 是將一股價指數除已通脹調整後的10年平均獲利所計算的調整後市盈率。 Mark Hubbard以該模型的數值進一步研究發現。 在吸定時間點時, 過去60年的實際與預測CAPE高低差異, 和隨後10年的股市回報高低存在顯著關聯。 此外, 根據該研究顯示, 未來10年經股息調整後標指回報率僅略高於通脹。 以美股市未來10年的前景甚至比目前CAPE差距狀況還要悲觀。